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暖和和的 当然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麻辣达人周兆群 欢迎赵群 赵群好 各位观众好 郑哥哥好 赵群曾经开过麻辣锅店 有一段历史了 跟着哥哥一起开麻辣锅店 没错 好 请到达人来跟大家分享麻辣好滋味 那另外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 麻辣川味的好帮手 陈炳轩 欢迎炳轩 炳轩好 郑哥好 郑哥好 大家好 炳轩家里面从事相关麻辣的原食材的进口 已经将近15年的时间 最近也经常担任这些 所谓的麻辣川味的这个顾问 对不对 咨询顾问 很多人要做这一位 一定要请教你 请到专家今天就来来 验证赵群的麻辣酱 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也很高兴 为大家请到了美丽的小帮手 我们麻辣小帮手 欢迎南宁 小兰 郑哥哥好 郑哥哥好 各位观看南宁美美的 南宁已经是家庭主妇了 对不对 能够维持这么漂亮的家庭主妇 很难得 一定要一定要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麻辣经验 好 我们讲到这个吃麻辣 吃麻辣 当然天气冷 大家吃麻辣锅理所当然 南宁分享一下 你天气冷吃麻辣的感觉 对啊 它可以刺激你的胃 让你更开胃 然后吃完就整个身体会全身舒畅 吃完整个超舒服的 超舒服的 很舒服 就好像做完SPA一样 为什么我们觉得很舒服 但是经过你讲过之后 大家觉得更舒服 为什么呢 你以后可以多来讲一下 他讲的好舒服 对不对 一切天冷吃完麻辣锅 就像是刚刚讲的 做个SPA 对 流流汗 舒服过瘾 尤其像刚刚提到说 我们吃就是为了要开胃 那夏天又闷又热 对 然后在台湾 湿气又重 你汗排不出来 那我们就必须要吃点辣的东西 去把汗逼出来 四川人他们也喜欢吃辣 吃辣理由大概也是这样子 对 因为四川潮湿 就是闷热 那吃辣当然可以 去食解热 非常舒服 是是是是是 好 不管是天冷天热 大家都想吃麻辣锅 但是我们经常在讲 如果说能够自己在家做 那是最棒的 对不对 你怎么让他在家吃麻辣锅 外面麻辣锅那么多 去外面买个汤礼回来就好 你知道你现在就问到老一辈的人 他们都是非常讲究的 你不知道用食物来锁住老公的心吗 其实是老公锁住我的心 老公锁住我的心 这个要交给老公来做 好 那我想问一下秉薛 一个好的麻辣锅底 它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有好的花椒 辣椒 豆瓣酱 来调配出一锅 正宗低道的麻辣锅 这三个最重要 对 没错 那一般大家呈现的 这麻辣锅底的方式 大家会有什么 多半都是用膏状 或者是粉状来做调和 赵群以前开过麻辣锅店 是 那我们加盟店的时候 他都是给我们什么 我们就用什么 也不能改 对 也不能改 对 那我哥哥本身做音乐 他有那种艺术家追求完美的东西 重点来了 你哥哥 对 我哥哥 做音乐 艺术家 是 是不是等于古萌 完美 他一定 你们在加盟的时候 他一定不能够满足在 他们提供的那些麻辣锅底 对啊 然后他就会自己花很多时间 去研究说 我怎么样让这个麻辣锅底的部分 变得更好 OK 所以你们的麻辣锅底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 我们麻辣锅底的特色就像这样 因为我们常调的是 四川养生麻辣锅底 麻而不辣 辣而不燥 以麻引出它的辣味出来 然后麻辛而不辣辛 中间都有强调说 其实台湾人他们这边在吃辣 他们会觉得很 常常会有人把麻辣觉得很辣 但是实际重点是前面那个麻 对 那重点就是在这些花椒的部分 才会产生鲜香麻辣 以及后来不苦涩的 哥哥他这样子的麻辣酱 你刚刚讲的这么多 什么样能够达到这个样子 那原始材的选择应该很重要 那我哥哥的麻辣酱 他里面就用了 六种辣椒 以及六种花椒 那就配上一些中药的香辛料 来做整个基底 去把它去整个辣味的层次 融合起来做提升 赵麒芸 你说六种 我明明算只有四种辣椒在这边 这边只有五种花椒 对 你是怎么样 居然被你们发现了 总不能一次全部剪掉 我们还要考生活的 还要还要留一个 留一个 留一手 留一手 但是没关系 你既然带来这些 我就叫专家来帮我验证一下 是 你帮我验证一下 他用的这些原始材 到底是不是好的原始材 灯笼椒 就是曹天椒来讲 他灯笼椒比较不辣 那香气比较重一点 那曹天椒跟基辛椒的部分 就是走它的辣度 来提升它的辣味 是 我感觉我闻到 好香的甜甜的味道 你们好香 我觉得你看的那一盘 都是红色的而已 对 可以分出来吗 分不出来 刚刚讲这么多 对 来花椒呢 我看这边有五种花椒 我们来验证一下 好的 这不是长一样吗 看起来都很像 只不过我们可以看它的 是 花苞的开放的程度来讲 好漂亮喔 就有三个花苞 对不对 真的耶 对 没错 这种是最好的吗 对 这是最好的 四川的汉原 红花椒 所以说他们种花椒 光采收花椒也很辛苦 要非常小心地去采收 对 当然没错 你刚刚讲的是汉原耶 汉原不是大家经常讲 就是那种贡椒 对 是之前古代皇帝 以前是上贡皇帝 对 你干嘛做那么直啊 讲到贡椒 你哥哥有用你很光荣 对 很光荣 贡椒 贡椒 那是花椒的部分 对 那个青花椒 那青花椒它 麻度的更麻一点 带着柠檬的清香 对 那今天这个品种呢 有四川的青花椒 跟云南的金洋青花椒 那最好的是什么 金洋的青花椒 会比较好 青花椒 大红炮都是花椒 它各有什么特色 青花椒来讲的话 它的味道会比较清香柠檬香 哪一个比较清香 好 这个青花椒的部分 好 对 青花椒 对 你说它会比较香 甜甜的有果香的味道 有果香 那它的麻的感觉呢 青的话会比较重 大红炮会偏香气 那还有你刚刚讲的豆瓣酱 也是很重要的 对 老字号的捐成豆瓣酱 对 有成量 越成越香 好 我们看过的麻辣豆瓣酱 三元素有了 对不对 刚刚赵群讲 哥哥调配出来的麻辣酱 适合 比较适合我们台湾人的口味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那这些学问在哪里 这些学问就是我们另外加入了 辛香料跟中药材的部分 我们先讲辛香料的部分 辛香料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像那个 是 白豆瓣 月桂叶 草果 八角 以及桂皮 那这些部分就是让它增加香气的部分 那中药材的部分的话 我们今天带来的部分 就是有像那个 麦门冬 以及玉竹片 玉竹片 对 那这些部分它主要就是让人家去 那个去脂解热 哥哥找这些东西 它并不是光 自己就这样搭配了 它还经过中医师 有 因为像中药 它们会有所谓的金木水火土 五行的 相生相克 吃得好也可以顺便养生 真的不错 所以我们叫养生麻辣 你讲得好棒 小兰 想不想吃 想啊 我刚才肚子已经鸡咕嚕了 你知道我最近也是麻辣达人 好 以为我来示范 教你怎么做这个锅 太棒太棒了 好 我们就到那边去做 好 好了马上就冲过来了 今天有我们美丽的小帮手 小帮手 我当然就我当妈服 对不对 赵群我讲错再指导我一下 我们让一下 小兰 我要教你 郑文哥今天要教你怎么样回去 掳获你老公的心 好不好 回去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是一个鸳鸯锅了 鸳鸯锅把它先加热 加热完之后 记得把火关掉 关火 火关掉 为什么要关火 因为怕火太大 这个花椒它承受的热量不能太高 怕它焦了 焦了的话它就会苦味 好 所以火关掉 然后待会你跟着我做 好 我先咬个两瓢 麻辣椒 两瓢麻辣椒 对 你也跟着我一起做 好 好 咬进去 两瓢麻辣椒 对 哇 你好聪明喔 你都会咬耶 这一定要 把它铺平 造型是不是快看不下去了 对 大家都好聪明喔 我们把它铺平 要炒吗 我们把它铺平 不用铺平就好了 铺平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各位看它现在是在开始冒烟了 我们原先的热度嘛 对不对 它现在开始吱吱叫 对不对 然后很简单 请你拿起你的水壶 简不简单到现在 好简单喔 这样就一个锅底了吗 好简单 你看 有没有闻到香味了 闻到香味了 好香喔 来 把这水倒进去 哇 这样才香吧 这个滋滋的声音好悦了 你不觉得你好聪明吗 一锅麻辣锅就做好了 锅底 真的耶 直接晋升大厨 这样子 我们刚刚几个动作了 考考你 两个动作 今天竟然是小帮手 好 每个地方加两匙的盐巴 这是玫瑰盐 是好的盐巴 好 好 加完之后呢 来照着郑国哥的说法做 它现在是在滚了对不对 对 要搅拌吗 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好 要非常温柔的搅拌 很舒服 你在搅的时候那花椒 不是花椒粒 你看我们是不是有花椒粒 有 一颗一颗的 你去外头买那个 人家那种锅底 你有看过花椒粒吗 没有没有 都是一些什么种种的 黑黑的浮出来 我到现在我就开始流口水了 那花椒粒会摩擦那个锅子 好香喔 摩擦锅子 它香味釋放出更多 好 所以它基本上有这样 我教你的东西都是有它的学问 所以是要让辣椒醒过来的意思吗 对 让它的风味更丰富 醒来醒来 醒来之后 我们要放那个蒜苗 你知道什么叫蒜苗吗 蒜苗 跟葱差不多的蒜苗 好 给我一半 你一半 慢慢放进去 慢慢放进去 然后那个那边有辣椒 这是 这个是什么 刚刚考你 红灯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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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绿灯椒 这个是我们灯笼椒 灯笼椒 差不多 红绿灯椒 红绿灯椒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放进去 各三朵 都放进去 你放进去 你不要吵我啦 我自己好好教人 你干嘛 稍等一下 你他放吗 你放吗 怎样 放一边就好 另外一边 我今天带点新的东西给你 师傅 你就教一半就对了 不是教一半 我们来上节目 总是要带新鲜的东西 其实我们已经认为过了 来换手了 对不对 好 给你啦 这个福利 所以这个就不要放 你先放进去 放一边 我放这一边好了 对 你可以放一边 放你喜欢的放一边 那另外一边 我们就来做一个 四川麻辣泡椒锅 泡椒 这要先泡过 不是 先泡过 你今天带了秘密武器来了 对 我们今天带来了秘密武器 我超喜欢吃这个 来 这个是小米泡椒 那这个是灯笼泡椒 这是小米椒的 对 这是灯笼椒的 是 你要把它加进去吗 对 它们的 它们其实就有点像是 辣椒型的泡菜 我可以闻一下吗 可以 你什么都想闻 对 什么都想闻是好事 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种辣椒 当家庆主妇有好奇感是对的 你知道吗 这样子你未来才特别有进去 它可以单吃吗 可以单吃啊 它可以当酱菜吃啊 那我们这次拿来做 就主要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个 四川酸辣口味 我们讲酸辣的东西 人家都会想到只有 只有泰式酸辣 对 那我们来做个四川酸辣 好 你要把它直接加进去是不是 没错 加这一点 对 加在没有灯笼椒的这边 这边大概 好 泡椒直接进去 我接一下 好 泡椒就直接进去 进去了 对 原来你刚刚不让我放灯笼椒 因为你要放 这个灯笼椒的泡椒 对不对 对 我帮你服务 我们再放点 放个一瓶的汁 那个酸汤对不对 对 酸的汁 这个要不要放 这个要放 这个好香喔 很香喔 我们这样闻起来 其实它就像那个泡菜 口水一直流出来 各位泡菜对不对 它用辣椒做的泡菜对不对 对 家里的泡菜 在这一锅里面 我们放的只有放灯笼椒 是 灯笼椒放进去的作用是什么 灯笼椒放进去的 它主要是增加它的 那个香气跟甜味 甜味 对 所以有泡过是增加酸味 这一锅是有甜味 那这边 泡椒进去的是酸味 对 它就变成酸辣锅了 好了 你今天也是借花献佛啦 这个泡椒 其实是炳薰带来的啦 炳薰介绍一下 你们两个慢慢 慢慢搅拌 我问一下炳薰 我搅拌这边 我带了 你们两个还说在一起 不要聊天了 灯笼椒 我们慢慢搅拌 小米椒它比较辣一点 对 也是因为它那个酸汤的关系 那为了要让它的辣 香 一起融入汤中 而且你刚刚讲到酸汤 我就口水又流出来了 又辣就开胃了 对 酸再开胃 而且大家酸是可以提香的 对不对 酸香酸香 大家一定很好奇 快受不了了 我们的锅底好了没有 好想吃喔 好 我们先进段广告 回来开始马上来吃吃看 这一锅鸳鸯锅 有一个灯笼椒的 甜带麻辣的 好吃的麻辣锅底 还有一个加了泡椒的 酸带麻辣的酸香酸香 待会进段广告回来 吃好料 哇 赵曲 好香 我们都没有吃 你怎么先吃了呢 我要先试喝一下 要确定 咸度够不够 好 有学到吗 小兰 有 咸度要够 她都没教我 她就特别教给你 那为什么要炒 麻辣酱的部分 它在做完之后 一个月内 它这个东西叫做熟成型 熟成 对 所以炒完就熟了 不是 熟成是让它变好吃的一个过程 要一个月熟成 对 摆了一个月之后 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吃 那一个月之后 它就进入所谓的 沉酿期 那沉酿期 它就有点像冬眠的状况 然后它就会越酿越好吃 所以炒它就是叫醒它的意思 对 因为它已经在睡觉了 照群 眼光看这边一下好不好 真的 眼光都看那边 对对对 我在看吃的 丙薰在看肉 你在看小兰 没人理我 好 我这么孤单 是是是 其实我们说这样子的麻辣锅底 是不是 先从蒜肉开始是最好的 对 我们先吃这个 这个是酸香的是不是 对 这个刚刚放过泡椒 酸香的 那我们先吃酸香的 新口味 新朋友 大家试试看 好 我们来尝尝看 好 看大家其实都很想吃的感觉 好香喔 之前你吃麻辣的时候 那时候是辣味 麻味先上来 那这次它先 酸味先过来 对 酸味马上就先过来 那个酸香是一个祥岛一样 其实带带带带 把那个麻辣味都要带出来了 它的香味会直接充满你的鼻子里面 尤其它的酸味的部分 又让一吃下去 那个口水就开始分泌出来 有没有 没错 你讲得对 真的 一进去唾液马上出来了 对 靠近香味一闻到就觉得 哦 马上食欲大开 太棒太棒了 对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吃这种酸辣酸辣的锅味道 好 酸辣好 赵群 是 我们刚刚吃的是原味的 加了这个泡椒 对 酸鲜香麻辣的四川有做泡椒锅吗 也是有 真的有啊 对 太棒太棒了 来吃吃这个 那麻辣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建议 我们可以试试看沾酱 那像这个沾酱里面的话 就有 蒜泥 那个叫青蒜 青蒜切成末 然后呢 香菜以及 这个上面的 蒜蓉花生 再来就是香油 香油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倒 香油要多少 香油就是盖到食材满 就差不多了 帮我断一下 我来沾沾看 对 事后我一下可以 是是是 这样子对不对 对 记得 沾 夹一些料 夹一些料 然后一定要有花生 一定要有花生在里面 对 然后一大口就进去了 一大口吃下去 好麦 好吃吗 你原先那个麻辣的味道 他稍微把它盖住 嗯 有些人他不敢 不敢那么直接的时候 嗯 他等于稍微 帮你这个 把它顺一顺 好 照前部分我们再讲 那个麻辣酱 其实我们说 那一瓶麻辣酱里面 是 其实你在做的时候 它适合沾东西 也适合煮东西 炒东西 对 基本上它是一个 只要是你要有辣味 有香味 它沾炒乳 沾炒乳 都是OK的 都是OK的 因为它自然沉淀的部分 会有一些分层 上面有一层油 那最上面你可以看到 我刚刚看到的是 那花椒颗粒比较多 对 花椒颗粒就是像 刚刚我们那个 餅薰这边介绍 它是整颗的花椒都在上面 你去外头随便找一个 麻辣锅底 来比比看 哪看过这种 看得到的东西啊 对 外头外头好像都看不到 对 都是 你磨成粉磨成膏了嘛 对 没错 你直接闻哦 那个味道好香啊 那个感觉 非常棒 是啊 的确是真材实料 那你刚刚讲到一个就是那个 熟成期 还有一个陈酿期 对 陈酿期要多种 还有唤醒期 唤醒期 唤醒期 对不对 中年的时候把它唤醒 好 好 像我们刚刚讲到陈酿期的时间 陈酿期的时间 基本上一年到三年 都是OK的 大家讲说陈酿陈酿 刚那个 丙萱也讲了 就是说那个豆瓣酱 是越陈越好吃 越陈越香 那既然放到这个麻辣酱里面 它会越陈越好吃吗 的确 我们自己这边试过的话 可以放到三年 三年 三年 那个打开来的味道 滋味是怎样形容一下 如果刚打开来的话 它毕竟它像是 像是冬眠了一样 是 所以我们才会需要有炒 加热 把它叫醒 对对对 我都有记得 我都有认真 我有认真 你有认真 你有没有认真 帮我们盛菜吃 东西好了没有 东西太好了 好 有好的菜先端过来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交给我 赵群我看这边麻辣锅 少不掉的是豆腐跟鸭血 没错 用我们家的麻辣酱 去滷制出来的鸭血跟豆腐 所以带过来 我们加进去 你都可以直接吃了 可以直接加进去 那我们就请小兰 帮我们直接加进去了 好 你今天光来这样子 你只是变化了一个酸味 而且这也是饼薰带来的 对不对 你不够诚意 好 我觉得你还是要做一些变化 好 你会做什么变化 还可以有更多变化 对 的确我这边是有准备的 好 我这边就准备了一个 麻辣石头火锅 麻辣石头火锅 没听过 真的没听过 听过没有饼薰 没有 第一次听到 来吧 今天就马上带来给你们示范一下 怎么做 首先 先把石头火锅热锅 确定锅热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边就先准备 纯手工黑麻油 量其实也不用太多 你把火关小了对不对 对 我们转到中火就可以 为什么火关小小来 嗯 不会烧焦 因为麻油酒煮会不好 会苦 会苦涩 对 麻油的香气都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这边要准备的就是 有限待的就是 鱿鱼丝 有限了 是鱿鱼 我现在今天 instrument 香的鱿鱼 有限了 有限到 鱿鱼干 我們石頭火鍋在炒的時候 我們特別準備了這麼長的筷子 因為怕噴到自己 小蘭拿去跟他比一下 你說我們也有準備 我們也有 你們也有準備魔杖 祝求人 對 那我們就是中火炒到說 它那個黃洋蔥的部分 呈現一點半透明的狀況 對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下個兩片到三片的肉 對 石頭火鍋有肉片 對 要有肉片 也是要有肉的香味讓它出來 大家有肉絲也可以 對 這是要讓肉的那個 它的汁液流出來 對 肉的那個味道 有沒有很厲害 不厲害啦 那怎麼厲害 就把肉香味進去而已 也是那麼簡單 還肉的汁液出來 這是有肉的香氣 對 那現在炒下去之後 那我們就是加入我們的麻辣醬 麻辣醬 最重要的麻辣醬 麻辣醬加多少 看你的辣度 麻辣醬看家裡鍋的大小 以這邊來講大概五匙左右 會比較多一點 會比較多一點 對 因為這個鍋比較大 是 我們也是一樣 鋪品 要喚醒它 對 醒一醒 好 聰明了喔 小蘭越來越聰明了 對 記的事情越來越多了 好 放進去 對 一定要 也是一樣 把它炒香 對 對不對 好 這樣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洋蔥它變成半透明之後 我們這邊就可以加水下去了 好 好 這樣子鍋底就好了對不對 是 那個好簡單喔 好簡單喔 那就等它滾了對不對 對 等它滾 然後再來一個重點 重點 鹽 鹽不要忘了 對 鹽巴不要忘記 來了 一定要夠鹽對不對 是 上鹽 上鹽 好 鹽巴進去 不過這邊 炳薰我想問一下 你像剛剛說 像周哥哥他用的麻辣醬 台灣還不生產不出來這麼好的花椒辣椒 對 沒錯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因為台灣的天然條件 太濕氣了 濕氣太重 環境 地理環境也都不一樣 對 跟中國大陸 雖然我們技術很好 對 但是這個地理環境 可是就真的 天然環境也不同 所以沒辦法造就出這樣的花椒辣椒 好 所以說即便是在中國大陸 他們也有分地區 對 哪邊比較好 對 哪邊比較好 那你們去選擇這些原物料 是不是要去跟農民保乾淨呢 對 當然 就是長時間的這樣子互相合作 對 然後 算是也有互相幫忙 聽說舅舅在那邊長期進駐 對 長期在那邊 就跟農民保乾淨 希望能找到好的原食材 對 像這些東西進來台灣 那是不是都會有些把關 政府會做一些把關 喔 這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現在 喔 你好棒喔 你的觀念好正確喔 太棒了 對啊 吃的好吃也要注意安全 對 真的 政府會做些什麼 對 我們這邊會有一些 有些許可證明 喔 我看這邊喔 衛福部的進口許可 那幫人吃得很安心耶 農藥殘留檢驗 好用心喔 所以說 最主要是那個 周哥哥他也會 針對於找到 放心的原食材 你看剛剛講說 煎煮炒雜 煮飯烤 麻辣醬通吃啊 對 對不對 他非常適合我們中式料理 除了中式料理之外 現在我們已經開發到 國際上面了 我們有 已經市場上有 國際知名的連鎖 法式可送麵包店 他已經拿他來做 所謂的那個 法式千層派 千層派 對 麻辣千層派 現在麻辣醬 其實歐美人也可以 接受那個味道 對 往西式料理去做 他們也會發想出很多東西 沒錯沒錯 他們有時候因緣際會 他們開始接觸到這些麻辣 之後他們會去思考 怎麼樣應用在西餐廳 你不是一個光說不煉的人 是 你懂我意思嗎 我剛剛聽到什麼千層肉派 大家都有聽到對不對 對 你不是一個光說不煉的人 我不是光說不煉的人 我剛剛以為這個是 我剛剛以為這是豆腐 加到那個麻辣鍋裡 千層肉派 這就是 你剛剛講過法式的 千層肉派 千層肉派 對 哇 所以裡面有加了這個辣醬 它是用麻辣口味下去做的 那裡面還有雞肉和豬肉 那可以 你這樣可不可以切開來給我們 大家吃吃看 哇塞 法式千層肉派 沒錯沒錯 漂亮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斷面 哇好酥喔 它這個酥脆的聲音 好悅喔 這個千層肉派對不對 裡面就是有雞肉跟豬肉對不對 謝謝 最主要是麻辣口味的千層肉派 我們來嘗嘗看好不好吃好不好 來 它不衝突耶 那味道好搭啊 很生氣吧 我們都會一開始都會覺得說 西餐類的部分怎麼會 怎麼會用到四川麻辣呢 對耶 從來沒有人有這種想法過 麻辣的千層肉派 但是我們之前的確有碰到 他們還有人做成披薩 對 那這樣也很好吃披薩 對 用麻辣醬做成披薩 烤牛排可以做麻辣烤牛排 可以 我們自己在做的時候 甚至和烤肉這樣混一混就可以 OK 那下次記得要帶來這次 帶牛排 帶牛排來是不是 好了你看我們今天吃完這麼多 哇 這麼多碗盤你看 怎麼辦 大概誰洗 吃也吃了 猜拳 猜拳 我們都有煮猜拳吧 我們公平一點對不對 對公平 不要說我欺負你嘛 對不行 來猜個拳 待會兒看誰洗碗 好不好 我們今天吃飽了 喝足了 沒錯 最後看誰洗碗 來 伊伊要剪刀石頭 不 不要這樣好了 我們有欺負你 我們有欺負你 待會兒小蘭留下來洗碗 好 我們在看小蘭怎麼洗碗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歡迎大家去收看型男好生活 來 剛剛我們吃完麻辣鍋之後 我們這邊的苦煮小蘭 小蘭那一堆碗 交給你來處理了 一定要嗎 你看 鄭國哥今天對你好不好 我特別幫你請來了一位專家 那我們就交給你了 我們起來購物專家 謝君良 君良好 大家好 鄭國哥好 我是君良 起到君良 應該就是有辦法解決問題了 當然一定要 不過 君良 我們剛剛談那個洗碗的小事兒 君良剛新婚不久 我剛結婚 我比較晚婚 婚姻當中 有碰到一些什麼挫折 婚姻 其實爭吵還是有的 好 但幸福還是非常滿滿 幸福多於爭吵 幸福還是多於爭吵 好 我今天特別幫你準備了一個 婚姻專家告訴我們 夫妻吵架的十大原因 你對我還真好 馬上才剛結婚就要講這個 馬上告訴你 不過我們這邊第九項不要看 你沒第九項的問題了 那正常的 正常的都OK 你看 有這個 有這麼多的問題 這是天下雜誌上面提供的 對 有這麼多的問題 夫妻 你看 從小事媽小事 到很大的大事對不對 對 你結婚雖然還沒到七年 所以你也沒所謂七年之餘 也沒有外遇的狀況 沒有任何這樣的問題 才新婚而已 好 世伯哥 我不像你結婚二三十年 因為我剛剛吃過麻辣 我的話題都非常麻辣 真的好辣喔 你手出汗了 對 我都開始發燙了 發熱了對不對 緊張了 好了 我剛剛就講 那個小問題好了 剛剛給洗碗 小蘭 你為什麼台灣洗碗 當然啊 你看 那麼油膩 超油膩的 麻辣好油 真的好難洗喔 而且你洗它所有傷手 淡手套又洗不乾淨 然後現在天氣那麼冷 怎麼會碰手 你怎麼會熱水洗啊 熱水洗 又要被長輩罵 而且像她這種女生 根本洗不乾淨 她被長輩罵耶 我洗關係很重要 而且重點還要 後面還要擦乾 你要整個費食費力 又費... 又費工 對 然後到最後一摸 她洗的碗還是油的 因為這種 你知道嗎 像這種麻辣油 還有那個東西脂肪的 很多人喜歡用豬油炒飯 很多人喜歡滷肉 東坡肉 那種動物性脂肪的油 是那種白油 沒錯 超討厭 真的很難洗 那我問你們家誰洗碗 當然是老公洗 老公洗 可是喔 又可是 但是她洗 然後整個桌面都是濕濕的 最後還是要擦乾 還是由我來擦乾 那是更麻煩的 女人性海底針 真的很難了解她們 她是女王 對 我們又伺候她吃麻辣了 妳老婆也是女王 又幫她洗碗 她還有的血 對 那君良你們家誰洗碗 我們家又剛結婚 你知道我們都很幸福 所以我們是一種 浪漫式的生活 有講話有點曖昧的感覺 我們家就是看誰撐得久 看誰撐得久 撐得越久 就最後那個人要去洗碗 那是冷戰吧 你們在冷戰 那比耐心 對不對 有時候撐到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到最後你知道誰提起我們洗碗 太誇張了 真的太誇張了 因為你知道 不是我老婆提醒我洗碗 也不是我提醒我老婆要洗碗 是我家的狗狗提醒我洗碗 狗狗 那狗跑到廚房去 一直在那邊叫 一直在叫 長蟲了 最後我受不了了 算了 體恤一下老婆 但是君良 你是購物專家 對 總要幫老婆想一點辦法 所以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我上網做了很多功課 我真的覺得說 我們自己 我們不可能用高溫來洗碗 對 因為你知道嗎 像很多的這種油脂 我都用熱水系 對 一定要用熱水系 你用幾度吸 誰知道它幾度吸 你不知道 對 那個叫溫水 你手碰到那個熱水 那感覺是溫水 對 真正的溫度要到70度 人體的溫度才30幾度 30幾度 你到40幾度就會熱了 50幾度是燙 70幾度你怎麼敢 70度吸是高溫 不敢 你一定要用70度吸高溫 才可以把這種油脂 泡牛奶也要70度 有沒有 君良 我看一下你的手 來 我的手 原來你都70度練出來的 對 奶油桂花手 有沒有 但是保持得很漂亮 為什麼 弄台洗碗機 到最後我真的千尋萬行 就找洗碗機了 對 你很聰明 當然聰明 我今天還真的把專家的東西 帶過來 你今天怎麼準備那麼多功課 你看 五個小秘訣恢復親密關係 這些天下雜誌提供的 你看我們這邊又佔了幾條 第二條跟我們的最後一條 對 服務對方 服務對方 是占用性科技 運用高科技 一定要用高科技 對 因為我老實講 錢再賺就有了 沒錯 但是用小小的錢 你可以提升生活品質 是 我老實講 你知道我講到洗碗 好 丟給女生洗碗 丟給男生洗碗 每個人第一件事情會怎麼樣 你去洗碗 每個人這樣 先是不高興 中眉頭 我還在打手機 我還在看韓劇 就不開心 但是你花一點小錢 沒錯 其實用洗碗機 解決洗碗的困擾 好 俊良你開始用洗碗機了 早就開始 那你比較看手洗碗 跟用洗碗機 兩個最大的差別 我覺得差別在哪 你剛剛講過一個70度 70度C 70度就交給機器處理 70度交給機器處理 我覺得70度C的好處是 它可以把油汙帶走 對 因為油汙只要一碰到高溫高熱 它立刻就會分離掉 那其實現在大家強調什麼 我們要自然 沒錯 你都買什麼 有機食物吃了 是不是不要農藥了 那你今天為什麼在碗盤上面 不注意注意 你還一直加科學化學的洗碗機呢 那些沙沙脫 那些很多都是所謂的一個 像指甲油的成分 對 像那麼容易 高溫都洗得掉嗎 高溫絕對可以把油汙給帶走 可以洗得掉 而且高溫還有一個好處 所以家裡頭像有病人的 比如說家裡頭有一些小朋友 他們這個所謂的一個 器皿的部分 嬰兒品 他們要用高溫殺菌 你剛剛講的一個很重要的 要殺菌 軍娘 你今天如果咳嗽來我家 來我家做客的話 你吃過的碗盤 我就會特別注意 但是有時候 你不會丟掉對不對 你有時候特別把他 你的碗盤我另外收 對 不禮貌 是 最近什麼毒什麼多 B型流感多 還有腸病毒 那這些病毒這些細菌 他們最怕高溫 所以你剛剛講的70度高溫 70度高溫 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可以解決 你看牛奶殺菌用什麼殺菌 牛奶殺菌用70度C的高溫 來做殺菌 泡牛奶都要用70度C 所以泡牛奶都要用70度C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 吃東西洗不乾淨 好 那另外一個擔心出來了 小蘭剛剛講 他們家長輩說他又浪費水 對啊 又浪費瓦斯 浪費瓦斯 會不會這樣子 我特別有Google 通常像我們家一家人在洗 你吃的碗嗎 跟你老公嘛 家人吃的嘛 差不多花40公升的水 40公升 你知道當然多 你在夏天的時候 是不是限水一定要來了 對不對 你在浴缸一整桶 差不多40公升 你就要用那麼多的水 難過要買嗎 但是你用洗碗機 它的將近八分之一 4公升 4公升到5公升 所以它應該是會比較聰明的 在做這些洗碗的程序 對 它其實可以達到 比較省水的一個狀況 而且電力的部分 一度電而已 就一度嘛 一度差不多是2塊到3塊 3塊錢左右 很划算耶 非常划算 都可以省錢 都可以讓女生去做 小蘭我問你件事情 我給你2塊錢 你幫我洗碗好不好 當然不要 你給小朋友2塊錢 來這個碗盤 你幫我洗乾淨 全部洗乾淨 還有高溫殺菌 然後還擦乾 還烘乾 太麻煩了 給你2塊錢 不要 你交給他就好 家裡的人以後都會被機器取代 就被機器取代 任勞任怨 對 不過你講到熟洗碗 我看到小蘭那邊 小蘭 你把你們家菜瓜布跟抹布 帶來了是不是 對 你看 超噁心的 而且我 因為它細菌太多了 你家是不是很窮 沒有 不是 重點是又被罵浪費 是因為我常換它 不是 上面都上億個細菌在上面 也是培養皿 你知道嗎 原來我覺得他們家用 對 是用白色的 對 用白色 一般我們的抹布 大家用有深色的顏色 有深色 看不到 其實你那白色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好噁心 白色的它最忠實 呈現你的抹布 到底是什麼樣子 對 你家的抹布假設是藍色 你根本就看不出來 對 而且上面都是細菌 所以說你今天 你看 你用這個抹布對不對 你擦這個碗 再擦一下 全部都汙染 所以說 因為它的瓷碗 它上面會有毛細孔 毛細孔會卡到 那些細菌跟病毒 你沒用高溫 你沒用高級的水流把它帶走 你永遠都在吃細菌病毒 所以我們很多那種現代病 拉肚子 或者說很多的一些文明病 搞不清楚病因 其實倒不是說你吃得不好 而是吃到這些東西 對 有時候是聰明 不過比較起來 你想說用洗碗機 在洗碗機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覺得買一台洗碗機 那是一個夢想 那好貴 家裡的廚房至少要有客廳大 對 然後家裡的裝潢 要事先預留出來 沒錯 要 俊良哥 您家的環境真的是不錯 令我羨慕 仲哥 因為我家是新家 好 我千想萬想 我忘記搞一個洗碗機的一個櫥櫃 因為其實你知道 一般要做系統櫃 對 第一個 你的這個廚房櫃 要做出來 然後要接水管 它還要砍入 對 要砍入室 你要找個地方把它砍入進去 砍入室 要洗口風對不對 要兩個水管 一個是進水 一個是出水 還要再接電 因為它要吃電 那最主要是 我這邊特別強調 那是我一個朋友 他家是專門是做這櫥櫃的 不容易安裝 而且它體積很大 太麻煩了 該跟我說的 你家的那個所謂的廚房 至少要個五瓶 七瓶左右 現在每一瓶都好貴對不對 還要裝水管 還要破壞你的裝潢 還要施工 有沒有 看到沒有 水線兩條 電線兩條 還要這樣子一接 還要專門安裝 對 這樣子成本來講 十萬塊跑不掉 不過俊良 我看不到水管 不是要個水管 幹嘛要水管 洗碗機 我翻到背面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旁邊 這還繼續 很輕 後面是不是一個水箱 只要需要這些而已 你只要這五公升 差不多五公升左右 對不對 它就可以把一次形成 全部洗乾淨 所以說直接從這邊 打開來 它有附一個這個 什麼容器都可以 對 它有這個 你加個兩次 兩次多 它就加滿了 加滿的時候 這個水線 它就利用這五公升的水 去洗今天所有的碗 好 然後另外你要倒水出來 對不對 洗出來的廢型 對 直接排出去就好了 這邊有個水線 往下面排 那麼簡單 很簡單 而且它有過濾的效果 所以你剛剛講走到哪 洗到哪 我跟你講 我有個朋友 他露營 因為露營有時候 他們燒烤吃了很多 他們帶在一起 他們都不想洗 太髒髒了 教給他洗就好了 所以你今天 像很多 我有個朋友 租屋在外面的 他已經想買洗碗機 那個一定要 你不可能去買堪入室的 你堪入室七八萬 還不來了 小蘭 今天幫你找來君良哥 對不對 真的救你們 這盤就交給你了 後面還是要交給你 來做這些處理 不過我們講說 這樣子的一個洗碗機 大家想說 它應該要夠智慧 經常大家想說 有些很難洗的 有些比較好洗的 它不能一次功能 就一次洗 對 我們看前面 操作面板 它的操作面板 全部都是智慧的 那這邊是跑耳間 壓一下 現在大家都知道 它觸控的 這質感很棒對不對 對 那快速洗 快速洗 比如說你看 15分鐘行程 比如說你跟你朋友 喝了個紅酒 那些杯子 或奶瓶15分鐘洗一洗 所以油膩的可以嗎 對 要強力洗 要兩個小時 像你剛才那個麻辣鍋 麻辣鍋 來… 麻辣來了 這個最油的 兩個小時 豬油 麻辣油 紅油 我跟你講 一定要用強力洗了 兩個小時就來了 那要加一些洗碗筋 或是洗碗粉 我跟你講 如果太油膩 它可以有那種特製的 像這種特製的洗碗粉 是… 你加個一瓢 一兩瓢左右 它直接在裡頭 用第一道行程 把這個高油 高烏 全部帶走 很簡單 馬上我來看一看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你可以看 打開來 你看 油膩的 對 最不想面對的 我們讓你面對 那如果說太油的 我們還有專業的洗碗粉 那專業洗碗粉 不能用洗碗筋嗎 不能用洗碗筋 你因為洗碗就會起泡 那你再加一點 你再洗碗粉 加一點 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 再加多了一點 沒關係 好 放進去 這樣 關起來 好 來囉 這邊是觸控面板 我們用標準洗 標準洗兩個小時 將近一個半小時 它會兼顧三段 而且70度高溫 而且洗完之後還烘完 然後按下play 來 開始 這時候你要幹嘛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看韓劇 就去喝一杯 吃完麻辣鍋 之後開始喝咖啡 跟老婆聊天 你就不要管它 它還會烘乾 所以洗完之後 還會烘乾 就不用管它了 我非常好奇 你剛剛一鍵按下去 它到底裡面 做了些什麼動作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來再告訴大家 歡迎大家去收看 俊良 進去 一個廣告時間 一鍵搞定 是不是 你看一下 那邊時間多少才 對 才幾分鐘而已 三四分鐘 它是不是現在 原本的髒汙 你們剛剛去吃麻辣嘛 對不對 剛剛吃麻辣 麻辣最難洗 你看這些油汙 超多的 三四分鐘 它就把第一道那個油汙 全部帶掉 你看我們透明的視窗 給大家看 因為它用什麼 它用70度C的高溫 是 我一直強調 你高溫的水 它是可以把油汙 瞬間軟化掉 直接沖掉了 直接沖掉 它可以軟化 然後把油汙跟 這個所謂桃汁表面 帶走 因為我相信很多家庭主婦 不可能洗 3600次碗的 是 所以你的水一直在流 在那邊抹一直抹 一次就3600次了 它這個行程 3600次的水流 對 而且是所謂 強力的Turbo 鍋輪的水流 所以它把油汙給帶走 我們整理一下 你剛剛一鍵按下去 對 按下去之後的學問是滿大的 對 按下去它會把水加溫 對 加溫到70度C 加溫到70度C 70度C 第二件事情 它先注第一道水流 水要沖上來 水要沖上來 所以它有11孔 11孔水柱 它是經過角度設計的 是 我特別有去研究 它不是全部都直的 它有斜的 左右夾叉 還有側斜 有沒有 看了就知道 你看一下 這些都是經過他們數學 嚴格的計算 所以每一道水流 都可以打到你放進去的 每一個碗盤 光這樣子不斷地清洗 大概會幾次 總共3600次 原先有洗碗粉的東西 我想簡單一點 三瓢水的概念 重油 輕度油 最後再洗乾 最後再烘乾 你在餐廳人家真的就像是 餐廳 所有餐廳 你包括美式餐廳 墨西哥餐廳 中式餐廳 都是三桶概念 但是 它們的溫度沒有那麼高 對 這個溫度我再次想想 因為沒有人家洗碗 是用70度吸水洗碗 它如果只是洗碗 這枉費你這個購物專家的名稱 對不對 它還可以幹嘛 它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它可以烘碗 我跟你講 你一直在烤我對不對 我一直注意到洗碗 烘碗很重要 因為以前 像我們有看過烘碗機 對不對 為什麼烘碗 因為水會黏在我們的陶瓷上面 或者說瓷碗上面 會造成水垢 水垢會產生什麼 就有細菌 是不是就有味道 對 就有時候聞到那個碗盤 如果它濕濕的 會有那個霉味 或者說那個水 水紋會黏在那個碗上面 像中科是比較清潔癖的 比較嚴格 但是它可以把所有的水紋水垢 全部烘乾 我跟你講 還有一個 洗碗加烘碗 洗碗烘碗 洗脫烘概念 還有儲備 它也可以當作一個 碗櫃的一個地方 所以台灣潮濕 它就是那麼潮濕的地方 因為像用那個儲櫃 它都會發霉 是啊 那種放碗的那個碗櫃 對啊 濃郁發霉 往往就變成小強喜歡 最喜歡的 潮濕嘛 對 所以這台機器 我覺得很棒 我後來我一定要這台 你知道為什麼 它自動會排氣 它四小時 把裡頭的濕氣往外排 金融我們的出風口把它排掉 自動 這邊有一個排氣口 對 這邊有排氣口 而且連續三天 它就自動還幫你換氣 自動換氣 所以你可以拿到每個碗 你聞一下味道 對 都感覺到好像新買的 那麼厲害 對 所以我覺得 這邊會有一張字卡 給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它不只是碗盤 你看 像是爸爸 你看 早餐的餐具 對不對 吃完早餐 立刻處理一下 營養午餐 還有杯盤的茶具 像很多爸爸 要泡茶的有沒有 泡茶的朋友們 那個有時候茶夠太多 也不太好 會髒身 還有大湯鍋 還有幫人煮泡麵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麵碗 人的年紀越大 你會去看老人家 他的碗 永遠都是表面乾淨 那個碗底 是髒的 都是髒的 都洗外面 有時候回去看了會 所以我真的會有點捨不得了 爸爸 媽媽 年紀老了 對 他比較節儉一點 對 他真的沒有心思 去想這麼多了 對 你還有說那種生杯子 對 手伸不進去 伸不去 小蘭的手 小蘭你的手還滿長的 對啊 一種現在很多的保溫瓶 吃的瘦長的 那他是不是會建議說 用什麼蘇打粉什麼 我跟你講 你就放在這裡頭 他把你那個 身子的口袋帶出來 牛奶瓶 泡牛奶瓶 奶奶瓶 小朋友和奶奶瓶 還可以兼顧 50度的高溫的殺菌 你連這什麼 腸病毒都不用怕了 剛剛都講了這些東西之後 他的用水量 我剛剛看洗到現在 他的水 來 我今天有帶 來 就這樣子 用水量就這樣子 就三瓶寶特瓶 等一下 你 你確定好 就是三瓶寶特瓶 就這樣子 三瓶啊 三瓶就洗乾淨了 但是這三瓶是冷的 這台機器 這三瓶把它變成 70度的水會變成熱的 水是不是很省 很省水 而且電費又很省 電費 差不多兩塊錢左右 就這麼便宜 你既然這麼會洗 希望你今天也用一陣子 對不對 有沒有一些什麼技巧 比如說大家要擺的時候 它會洗得特別乾淨 你今天順便也教大家 它是怎麼放都怎麼乾淨嗎 我建議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的水流 它這個才水流 是在下面的 流下往上沖沖 那其實你可以照我們這樣擺 其實它這邊它都打得到 但是這樣子扣著擺也可以 這樣扣著擺也可以 就盡量就是朝下斜斜的這樣子 對 那你記得你的碗 不要這樣子放 不要對上 沖不到 因為這樣沖不到口了 洗到皮而已 這是最基本的概念 洗到往地 水是由下往上打的 所以記得可以側放 也可以這樣子橫的放 往下放都沒問題 那這邊還有 包含你看到它這邊很貼心 像那種湯匙 還有放湯匙的地方 它每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家的感覺 那這邊一把筷子 就這樣子塞進去 就這麼簡單 菁娘 你直接放進去了 對 我們把它攤開來 讓大家看看到底 一次到底洗多少錢 好啊 可以啊 再拿一個盤 這樣子 剛好一家四口 四盤 四個菜是不是 對 四菜一湯 每人一碗飯 你以為好像很少對不對 對啊 我剛剛覺得那麼少 每一口都是錢 還有湯條 對 然後四個湯匙 湯匙 對 醬湯匙 好 你看 這麼多 這麼多 還有一個大湯碗 你看看 這樣子 你以為很少嗎 對啊 就這麼多 剛好一家人 早餐 中餐 晚餐 宵夜 全部都包辦了 好好吃 這樣就好了 你現在這樣子 你們家誰把碗放進去 對啊 這個也要切全 這個你都不想放 這個就太誇張了 這個就沒辦法了 很簡單 對 只要放進去誰都會放啊 對 其實你看 其實沒有 我最主要是說放進去一點煩惱都沒有 都沒有煩惱 這麼多東西放進去 對 這個蓋子一蓋 對 按鈕一按 一按 就去看水舞秀 對 水舞秀 你用聽的都好聽 你看它的水流 你看 我們剛剛放進去 你看它這樣第一道行程 馬上進行第二道 全部高溫 全部都乾淨 然後最後一道呢 就是幫你做烘乾 烘乾 所以你的碗 烘乾也是高溫嗎 烘乾高溫啊 我們把那個所謂的水溝 然後全部封掉啊 對 拿到碗 有時候會感覺到 碗的溫度 我還是非常好奇 為什麼五公升這麼簡單的 這麼少量的水 可以把它洗得乾乾淨淨淨 因為它水流夠強 還是大家還是會擔心 溫度過高 水流夠強 它直接做 把油污帶走 用高溫來帶走 用強勁水流 你可以看到它的水流 對 你看這個水流 就像我們洗車 很多朋友自己去洗車 是不是用這種噴射水流 對 媽媽 你一定不會把那個水管的水擠壓 然後用高壓水流 因為你做不出來 但這個水流你看 它總共3600次 打在碗盤上面 對 碗盤上面的東西 全部被震出來了 是 你淋浴跟泡澡 一樣的 淋浴用的水就很少 很少 泡澡用的水就很大 對 那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我們講什麼 效果 要有效 要有效果 要有形成 要四處要多 3600次比你這邊 對不對 三桶水 一 二 三 三桶水 乾淨磁被 我覺得這樣 我們聊著聊著 洗著洗著 這個行程已經結束了 對 好 我們來驗證 它到底洗得太乾淨 驗證時機的時刻到了 剛想到一直在止於說 它到底是不是熱 有熱水對不對 對 是不是一直持續到最後 我們開箱好不好 好 我現在摸的時間 摸的時間 張文哥你幫我拿一下 好 我幫你拿一下 你看一下它的溫度 有煙霧代表說它是有熱度 我們打開給它看一下 真的耶 有沒有 那個煙往上跑 有耶 這就是什麼70度系高溫 然後你看 是 這碗剛剛本來是髒的 原本是像這樣子 對 原本是像這樣子 這樣髒髒的 大家不敢洗嗎 對 你看一下現在這個碗 乾淨了 有沒有溫度 你摸一下 小燕你的手很冰 有耶 好暖喔 什麼叫暖心的廚房 真的 有沒有 我們今天又可以暖心 暖胃又暖熟 真的啊 真的暖熟 烘乾了 洗得很乾淨耶 洗得非常非常乾淨 咕嚕咕嚕的 沒錯 你知道我最近在網路上 FB看到有一個年輕女孩子 她的留言 她說 如果說她的婚姻 可以再重來過一次 就等於說結婚的程序 對 不是說要跟老公分開來 是 結婚程序重來一次 她寧願犧牲她的這個 拍婚紗的錢 對 去找一台洗碗機 真的假的啊 你看 女人從結婚之後變務實 就實際一點 真的 沒有結婚以前是浪漫 也不要說不拍婚紗 本來要拍七萬的 拍三萬五就要拍三萬五 另外三萬五 對 去買個洗碗機 我覺得做男人的要爭氣 對啦 我浪漫也要有 對 務實也要有 對不對 這才是小蘭要的 標準的好老公 對 不過總之 她總是把大家 煩惱的事情 這個洗碗雖然是些熟食 但是也是最煩惱的事情 真的啊 今天面對她 幹嘛浪費時間去洗碗 我吵架才怪 是 家裡的狗狗都會叫 對 今天非常謝謝俊良 謝謝整個哥 謝謝小蘭 小蘭待會兒就用這台 來把你剛剛的問題 把他洗掉 OK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拜拜